国内什么都会降价 只有脚镣手铐不降价 大涨 那湖北的生产脚镣手铐的厂家 那一下子啊 增加量 增加了几百万 六百万套 然后又下了两千万套 一个十四亿的中国啊 就在一个脚镣手铐厂要生产五千万套 他要抓多少人去想想去吧 两千三百万给台湾准备的 是吧 两千七百万给中国大陆同胞准备的